嗨 嗨 我們今天來講投擲的力學機制 我們講的投球是指棒球 要拿籃球質因為它很好摸 摸起來很舒服 所以就一直拿著 那這個投球機制其實蠻複雜的 它從下肢然後一直包含到 手肩膀這些都有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部分是下肢 因為下肢的力量呢其實佔了 投擲大約40%到60%主要的力量來源 下肢提供我們的水平方向的推凳 然後還有這個寬的旋轉 那我們今天講的推凳腳 對於這個投擲的貢獻 我之前去看了我投球的影片 然後就發現呢 我的腳抬起來之後就是直直的落下 靠一個自由落體的方式往前倒 那這樣我的加速來源 就只有這個地形力給我的方向的分力 而且我落地的時候是一個斜向插落地面 所以會有太多額外的垂直分力要去抵消 你去看職業的棒球選手 他們都是先把身體重心壓低之後 然後靠他的腳往前推凳 所以大部分力量都是來自腿的水平分力 這樣子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前倒腳插到地面上的時候 不會有需要去額外去抵抗這個重力 他就不會發生這個膝蓋前移的動作 那膝蓋前移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的支撐腳 他主要是提供那個支點 讓我們把我們水平分力呢 轉換成旋轉的速度 那如果你在投擲的過程中 你前倒腳已經觸地了 他還發生這個膝蓋的彎曲 也就是說你在要投擲瞬間 你身體還是會往前的 而不是把大部分的動量都拿來做旋轉 那你的投擲效率就會變差 OK 所以總結一下 如果你要在投擲上面呢 做得更好 你要加強你的推凳能力 跟你的前倒腳的剎車 就是即時把你身體定住的能力 那可以怎麼訓練 我跟大家講幾個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直接練 比如說側向的推凳 然後你就是像這樣跳出去 像Eurostat這樣 然後另外再講定住 然後再進階一點 就是在觸地的時候 再接一個向上的跳躍 那就是訓練你把這個 吸收衝擊後 轉成輸出的能力 那一樣的方法 你也可以從箱子上跳下來 然後再迅速跳回去 那在接下來呢 你還可以在訓練的是 拿著負重 譬如說拿啞鈴 然後做向前跨步蹲 跨出去然後再動回來的這個動作 那這些動作呢 都是去增加你的股市投機 吸收衝擊的能力 讓他可以在短時間內吸收一下衝擊 然後定住身體 OK 那總結一下 棒球它其實是一個 上下肢要非常協調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去訓練下肢的 推的能力 其實也會對投資 有非常大的幫助 OK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投資的機制 其實可以去參考 曾浩澤這個 投手數據分析師 那他有寫很多詳細的文章 還會從運動科學的層面去講 怎麼樣去投 然後數據上怎麼去做分析 那我們這次 下下禮拜 週末 有邀請到他來 還有搭配一個 棒球專項的物理資料師 本來講棒球成建的動作機制 跟他的受傷怎麼搭配起來 OK 那有興趣的可以來聽 我去講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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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講IG